说完了船长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远望号家族 远望号家族呢 目前分级是远望一号 远望二号 到最新的远望七号 远望一号和远望二号 这是七十年代 我们国家造的第一代的远望号船 现在呢 因为它超过了复役期限三十年 现在已经不再出海 远望四号也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算是 远望三号 五号 六号和七号 是目前我们正在使用的四艘船 大家发现没有 这些船长得都还挺一样的 但是能看得出来远望六号 应该是智能程度最高的 最聪明 它额头最宽 它那个驾驶舱 感觉甚至有一部分都已经超出这个船身了 你可以在驾驶室通过往后的窗户 能看到整个船尾的 对对对 船尾的侧面 我们远望家族中还有两条船 是远望二十一和远望二十二号 它主要是火箭运输任务 海上测控跟陆地上的最大的区别 最大的区别是海水是涌动的 天上的卫星在飞 海水在涌动 船体会产生变形 每一点点变形对几万或者几十万公里外的目标 都会产生偏移 所以这就特别像一个狙击手 当他在非常复杂的野外环境 又要考虑风速 又要考虑地形 所有这些东西 如果说用形象一点的话来解释的话 就像是我们在一个运动的车上 拿着一把步枪去瞄准十公里外 一辆开动的大巴车上放着一个苹果 就像这样去瞄准一样 所以你要对准目标就 对准目标很难 所以有太多的故事 期待着您跟我们开奖的观众分享 接下来 讲台留给您 请您为我们开奖 谢谢